從今天開始 漢光37號演習 即將會進行五天四夜 但是就在演習前戲被爆料了 說在大直的橫山指揮所 竟然傳出國警 說到這個橫山指揮所 其實他這裡頭固若金湯一般 原因是因為先前在早前蔣中正的時代 他們就參考了美軍給的建議 在這邊設了一個橫山指揮所 這裡頭甚至還有可以讓 總統行政院長他們休息的地方 就是在作戰時期 他們可以就直接呆在這個地方 來調度軍力以及相關的細節 還有情報都在這裡能夠接收的到 現在則是傳出說日前 他們有找了外包的廠商 進到了橫指鎖裡頭來更換基建 結果在燒汗的時候 這個火星疑似是觸發了旁邊的易燃物 引燃之後引發濃煙 有媒體報導他們的說法是 當時煙霧偵測器錦鄰大作 讓現場的執勤人員必須要趕緊疏散 甚至還說差點就讓橫山指揮所 失棱30分鐘 在現在這個時刻聽到這樣的一個消息 讓大家覺得這個可以監控共軍 還有台海動態的勤資人員 必須要疏散30分鐘 會不會太誇張 立委就炮轟了 這不是作為國家最高作戰指揮中心 該有這樣的一個防範度 好對此呢 在國防部方面他們是澄清 他們說當下是只有發生瞬間火花 絕對沒有疏散人員 橫山指揮所是國軍戰時最高指揮中心 歷屆國家元首都會在關鍵時刻 釋導安定民心 是否漢光演習 時兵驗證開始這一天 卻驚傳橫之所發生國境 10號外包廠商更新系統基建時 疑似燒果仙不慎 引燃易燃物 當場農煙大作觸發煙霧偵測器 警鈴同時狂想現場執行人員立刻疏散 負責緊定共軍以及台海動態的勤資人員 大幅減少國軍聯合作戰指揮中心 險些失能三十分鐘 韓治所設立元一八二三炮戰金門 地面軍事設施幾乎被炸 炸毀蔣中正總統任內決定仿效 美軍新建地下指揮所 直到一九八二年才正式完工 是我國戰時最高指揮中心 固若金湯 號稱可以榮受兩萬動隔爆炸 甚至隔身化攻擊 沒想到這鬼敵人不是來自外部攻擊 而是內部的新興之果 非常的不可思議 也非常的離譜 特別的去追究 指揮官蔡英文總統 跟國防部部長 參謀總長都必須負起重要的責任 因為施工過程當中 造成瞬間的火花 快速完成狀況的處置 並沒有疏散 所謂失能三十分鐘不是四十 漢光演習在即作戰 一些卻失火 國防不可的趕緊上講 然後記者林家貴 鄭正銘 台北採訪報導 好 為期五天的漢光演習 在今天開始展開五天四夜 今天第一天重頭戲 就是模擬敵軍對我國發動攻擊 為了要減少戰損 保留反擊的能力 負責捍衛領空的主力戰機群 特地演練戰力保存科目 幻象兩千戰機 從新竹起飛降落在花蓮嘉山基地 進行戰力保存 這也是幻象戰機 在漢光演習中第一次被拍到 掛在有法國麵包之稱的 電戰夾艙準備進洞 而除了幻象到花蓮以外 IDF也將進駐到新竹基地 執行戰力保存 今年的漢光演習 在疫情的考量之下 雖然有部分科目取消 不過仍舊是以全島一命 決戰境內 尖敵與攤岸為主旋律 依序演練各項科目 現場頭戲就在9月15號的 加東戰備跑道起降演練 而這也是蔡政府第一次啟動 加東戰備跑道 不只訓練空軍戰機 在戰時的機動性 也要驗證國軍 面對解放軍機 頻頻騷擾我們的 新南空域應變處置 屆時蔡英文總統會以 三軍統帥的身份 親自示道 清晨六點多 幻象兩千戰機 新竹基地迅速升空 一個翻轉 每幾秒消失在視線範圍 沒多久抵達花蓮 加山基地 漢光演習第一天開打 進行戰力保存 和戰力部署 以及支援科目 降落的空軍加山基地 花崗岩結構抗炸 又能擋脉充可停兩百五十架戰機 這回換將兩千 掛載命稱法國麵包的電戰夾倉 功能可以偵察敵機 和防空系統距離八十公里 也是首度在嘉山基地登場 另一頭F16B型戰機 也從嘉義起飛 台東制航基地降落 但上回預演插土的戰機 和飛官不參與正式演習 很少會看到這樣進擊的人 機場外幾百民眾看演習 十三號除了戰機飛往花東 台南也有模擬敵軍炮襲 外頭降下磅沫大雨 台南兩棟三旅敵軍侵犯 揚起焉塵 救護車到場 花學兵全副武裝救人上車 也在醫療戰前先消毒 再把傷患治療後送 漢光三十七號演習 十三號到十七號 總共五天四夜 其中十五號加東戰備 跑到戰機起降是重頭戲 只是最近遇到颱風 延續兵力先轉防災 救災再轉作戰 也意外形成國軍 延續防災防疫的三合一 大考驗 記者綜合報導 漢光演習在演習前戲 卻傳出我們的橫山指揮所 竟然快揮修處 這怎麼一件事情 說九月十號下午有了國警 橫山指揮所我們都知道 一直以來 大家對他的印象就是固若金湯一般 因為呢 他是成立於在1960年 蔣中正的任內的 說那個時候呢 還是參考人家 美國怎麼樣來做一個 所謂的臨時作戰指揮所 在這裡頭呢 不但可以有總統他的 去起居 通通都在這個地方 同時呢 他的戰備還有軍情訊息 都可以在這裡來作為匯集 好 這麼重要的一個戰略的指揮所 竟然發生了火警 而且呢 讓大家比較沒有辦法接受的是 竟然傳出是因為國防部的包商 進到裡頭 他們來銜接在焊接的時候呢 說火星引燃了旁邊的毅燃物 而造成了濃煙 甚至傳出說一度呢 因為現場警鈴大作 所以呢 所有的人員通通撤離30分鐘 國民黨立委在今天炮聲籠籠 但是國防部方面呢 他們是來作為相關的澄清 他們表示說呢 當時並沒有所謂的 所有的人都撤離 不過在這一起的意外 現在應該就是橫山指揮所 成立到目前為止 第一起的意外 好就是一個在橫山指揮所 目前呢 雖然正在漢光演習 但先前竟然發生了一次有火災 這麼樣的一件事情 但其實說到了我們的軍備戰力 現在呢 立委們他們也紛紛在問 這筆錢到底花的應不應該 原因是海軍之前 向美國這邊來採購了100套的 暗製魚叉飛彈 結果呢 那個時候說 預算吃緊 我們先買32套 但現在國安高層傳出 說美國國安這邊呢 好像有要求 我們台灣必須要一次買棋 讓藍營立委痛批 這叫做強迫買單 現在給我們一個台灣代表處 原來才知道沒有白吃的午餐 要叫我們多買68套的魚叉飛彈 那我們原來整理評估就是 34套就夠了 當你要買的時候 很需要你要跟他買 他基本上不賣你 他認為你沒有能力就不賣你 等到你快要做好了 他就賣你 這種強迫中華民國買這個飛彈 假設我們沒有需要 但強迫我們買 就形同向我們收保護費 近期內有提出特別預算 希望發展國產的飛彈 高達2000億 那你又向美國一直買 那要發展自己的飛彈系統 那會不會重複 會不會重複浪費國家的資源 民進黨政府主政以來 一直迫於美國的要求 我們不斷的一直放低我們的下限 像這一次的魚叉飛彈的採購 在去年就已經編了32套 已經排擠了很多 我們自己飛彈的生產 可是像今年在美國的強力要求之下 我們一次買足了100套 我們一直不知道 魚叉飛彈 或者我們自己還要編列2400億的 特別預算要製造飛彈 為什麼我們不是做幾顆 我們給幾顆的錢 這不是從過去到現在 我們的國防預算支出的一個 一個標準嗎 好 針對於這件事情 就是趙孝康 中港董事長趙孝康 他也認為說飛彈果然重要 但價格更應該要合理 同批蔡政府 蔡英文 現在已經變成了美國的乖寶寶 866億就買這批飛彈 而且一買就要買100套 我們還不想買那麼多 那非要賣給我們 對不對 將來還要再編2000億 這個也是飛彈 一堆錢 然後蔡英文說我們這叫做不對稱戰爭 他亂講 飛彈叫什麼不對稱戰爭 什麼叫不對稱戰爭 譬如說我用小船打你的大船 這叫不對稱戰爭 對不對 飛彈是你發一顆飛彈來 我可能要兩顆三顆來攔截你 那這什麼不對稱 我花的飛彈比你還多 這怎麼叫不對稱呢 這不叫不對稱的 他沒搞清楚什麼叫不對稱 那飛彈對台灣重不重要 當然是重要要防衛 但是也不能說 你要賣我多少 我就得收多少 是因為我需要什麼 你賣我什麼 而且價錢要合理 現在蔡英文幾乎已經變成 美國的乖寶寶 要你幹嘛你就幹嘛 要你吞什麼就吞什麼 要你吃什麼你就吃什麼 要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要你說什麼就說什麼 坐著馬前竹 在那邊捅北京 然後這邊呢 造成這個局勢緊張以後呢 買飛彈 買武器 然後都花大錢 我覺得台灣比較需要的是實質的 實質的好處 那如果說給你改個名 然後沒有實質的好處 那跟不改名也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只是改個名你爽一下 因為有台灣取代台北 那你問問我 我覺得如果你覺得很爽 我也不反對嘛 你要改就改 但是我們總是希望說 能夠替台灣爭取到實質的好處嘛 譬如說 譬如說 如果北京共軍真的打台灣 解放軍 美國是不是會派兵來 你講清楚啊 綠營說台灣比阿富汗重要嘛 因為我們是第一島鏈嘛 那阿富汗都可以派15萬部隊去了 那派個5萬10萬來保衛台灣 有什麼困難 那美國外賓的承諾呢 那把這個戰略模糊 改成戰略清晰嘛 他現在是模糊 說我不告訴你 你怎麼不告訴我呢 我問你說你愛不愛我 我不能講 你怎麼不能講 你愛就是愛 不愛就是不愛嘛 我不能講 他現在就是這樣子 你派不派兵 我不能講 我要保持一個模糊 模什麼糊啊 清楚才重要嘛 那另外譬如說 台灣一直很想跟美國簽FTA啊 不是說我們一直希望說 這個我們的貿易經濟能夠 不要放在一個籃子嘛 那美國為什麼不跟我們簽FTA呢 既然我們關係堅若磐石 對不對 這麼友好 為什麼不跟我們簽FTA呢 你都不可以 這才是台灣實質有效的 這是我們應該極力爭取的 另外就是軍購 我們也希望買的是現代的 這個 而且價格合理的武器啊 你不要把那個要報廢的武器賣給我們 或者你自己都不要了淘汰的 不要裝備的武器賣給我們 然後賣的很貴 這都不對嘛 那如果真的要對台灣好 第一個就跟台灣恢復邦交啊 跟中華民國恢復邦交啦 傳出美國考慮 將台北經濟文化 代表處改為台灣代表處 台北市議員王洪威警告 美國在中美通話之後 沒有達成有效共識 但這個時候打台灣牌 根本是把台灣當棋子 在美國總統拜登跟習近平通完電話之後 那麼從金融時報放出消息 說台灣現在正在跟美國洽談 把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 更名為台灣代表處 這樣子的操作 顯然又是美國把台灣當棋子 拿來作為跟中國的一個 談判的籌碼 美國的操作是符合美國人的利益 但是台灣的利益在哪裡呢 如果以現在美台之間 台灣最大的利益 應該是能夠請美國協助台灣 取得更多的疫苗 或者美台之間能夠洽談 FTA經貿利益 才是我們應該要追尋的一個利益 可是問題是現在 顯然我們被美國牽著鼻子走 讓台灣還是很無奈的 變成美中台之間的棋子 如果今天民進黨政府真的 希望美台關係能夠更好 能夠更加升旗 並不是只是追求 把代表處更名為台灣代表處 應該直接更名為中華民國代表處 甚至要求美國跟台灣不交 跟中華民國不交才對 這才真正的符合台灣的利益 蔡英文執政以來 政治上完全倒向美國 因為蔡英文跟民進黨的台獨理念 必須由美國在後面當靠山 所以當美國面對中國大陸 要玩台灣牌的時候 民進黨就全力的配合 蔡英文跟民進黨 在重視美國的同時 也應該注意到2300萬人的和平 把兩岸關係搞好 而不要是鄧志上完全傾向美國 但是它會被推托 哪有很多的相機 被推送後 不然這次發展 但這個保護物 一直都違得很可怕 會不會等到 我們一度予傾向美國